网传特斯拉的手机要来了 当然也传了很久了啊 颜值确凿要上市 超声波指纹锁 方便 太阳能电池不需要充电了 星链卫星网络下载速度快 也不需要服务商了 电信啊连通啊 移动啊全完了 卫星星链卫星网络啊 全地球没有死角 460美元超便宜 460也不便宜 2000多了 3000多了 外科是合金的抗摔抗磨 不需要这个电话卡了 打电话永远不花钱了 这个可能真实度很高 但是这边的真实度就不清楚 又要做笔记本电脑 这个是叫近黑科技的一个视频 没有见到官媒报道 这是个官媒吗 我们听一下啊 这个以颠覆式科技而著称的公司 又一次震惊了电脑市场 马斯克宣布推出特斯拉笔记本 这款充满黑科技的产品 必将对整个行业产生巨大的冲击 它配备高端处理器和显卡 16寸4K显示屏 以及特斯拉定制的高容量电池 彻底解决用户的电量焦率 特斯拉笔记本还将公有创新型软件 让产品更具个性化和出色的用户体验 同时它还能够与特斯拉车辆联动 打造更完整的闭环生态 在同质化日益严重的电脑市场 它的出现让人被感期待 这款充满黑科技的笔记本电脑 售价450美元 约合人民币3000元 一旦上市 必将成为消费者的热门选择 连价钱都有了 你说 说的跟真的一样 好像不得不心的感觉 哎呦喂 可以 窖 感谢观看